提起中国篮球 绝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姚明 NBA状元秀 国际篮联最佳中锋 影响力遍及全世界 但中国篮篮历史上也涌现过很多优秀的内线球员 巴特尔 善涛 木铁柱 季敏尚等等 但要说技术最细腻 脚步最华丽的 那就非王志志莫属了 我确实没有奢望过可以超过他 我希望可以接近他 他的篮球才华是非常高的 我只不过更实用而已 一个是高才华 一个是实用性更强 为什么姚明对大志有如此高的评价呢 纵观其职业生涯 作为首位登陆NBA的亚洲球员 王志志到底有多强 说起大志的名字 可能现在的00后并不熟悉 可能只知道他是一支排名垫底球队的教练 但是对于看球的80 90后来说 他的地位是绝对不低 当年在CBA 他率领的81队 常年霸占着CBA的总冠军 并获得了八冠王的荣耀 在广东王朝之前 就是81王朝 甚至在他的带领下 把姚明率领的上海东方大鲨鱼队 在总决赛斩落马下 王志志1977年出生于北京 身高2米14 臂展2米24 进攻脚步娴熟 手感柔和 擅长利用假动作 晃开防守获得上篮空间 王志志的低位技术 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既实用又华丽 让对手防不胜防 王志志还有外线三分的能力 以往的中锋都是活动在三秒区附近 但是王志志则不同 他的攻击范围非常大 经常拉到外线头三分 还能从三分线外持球突破 在大致之前 中国篮坛从没有出现过如此灵活 脚步如此华丽 攻击范围如此之广的中锋 1995年CBA元年 无论是善涛巴特尔还是纪敏尚 这些顶级内线 面对王志志的篮下蝴蝶穿花布 都束手无策 另外王志志在他那个时代 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有稳定的三分投射能力 而且触手频率较高 王志志CBA生涯 三分触手频率为17.6% 场均命中1.1个三分球 三分命中率为39.5% 07-08赛季 王志志三分触手频率为31.2% 作为一名内线主攻手 这是非常高的三分触手频率 那个赛季 王志志场均命中2.6个三分球 三分命中率43.6% 王志志能在NBA征战5个赛季 主要也是靠一手不错的三分球 他NBA生涯三分触手频率为35.6% 三分命中率38.5% 称得上是一名空间型内线 在CBA赛场 王志志绝对是超级巨星 回顾王志志的CBA数据 似乎他压根就没有低谷期 CBA生涯14个赛季 场均得到22.2分 8.4个篮板 1.5个助攻 1.34抢断 两个盖帽 真实命中率62.3% 99-2000赛季 王志志打出CBA生涯最巅峰一季 他场均得到27分 10个篮板 3个抢断 2.6个盖帽 率领81队夺冠 那个赛季 他包揽常规赛MVP 总决赛MVP 全明星MVP 06-07赛季 重返CBA的王志志 大杀四方 他场均贡献26.8分 10.2个篮板 2.3个助攻 1.3个抢断 2.1个盖帽 率领81队重夺总冠军 重赢总决赛MVP 12-13赛季 36岁的王志志 仍然能交出场均 20.8分 7.1个篮板 1.7次助攻 1.1个抢断 1.3个盖帽的漂亮数据 毫无疑问 王志志在CBA 就是超级外援一样的存在 回顾2000-2001赛季 是王志志和姚明 在CBA的巅峰对决 23岁的王志志 与20岁的姚明 第一次在总决赛相遇 当时的总决赛 被誉为亚洲第一中锋 与中国第一中锋的较量 总决赛第一场 王志志22分 11个篮板 姚明32分 21个篮板 这是姚明职业生涯 首次压制住王志志 上海队也以116-105 拔得头筹 第二场 凭借整体实力 八一扳回一城 关键的第三场 那个无所不能的追风少年 终于又回来了 顽强的防守 抑制住了姚明 进攻端 更是无人能挡 最后时刻 连得7分 凭借王志志的28分 12个篮板 八一赢得天王山之战 总决赛第四战 是我印象里 王志志职业生涯 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 没有之一 那场比赛 姚明被王志志防的 只抢到8个篮板 没错 场均20个篮板的姚明 这次只抢到了8个 在进攻端 王志志的蝴蝶布 发挥到了极致 防不胜防 全场王志志狂砍40分 11个篮板 带领八一以3-1 击败上海 此后带着六冠王的殊荣 王志志远走NBA 继续他的寻梦之旅 姚明在2002年 带领上海队夺冠后 接受采访时就说过 没有击败王志志时代的八一队 是他一生的遗憾 1994年 17岁的王志志 入选中国男子篮球队 成为中国篮球历史上 最年轻的国手 在国内赛场所向披靡的王志志 到了国际赛场 也同样是强悍 亚洲层面 王志志曾三次获得亚锦赛冠军 三次夺得亚运会金牌 即便到了世界赛场 面对实力强劲的欧美球队 王志志也不手软 1996年奥运会 王志志作为中国男篮 历史上最年轻的国手 在首场对安格拉的比赛中 替补出场的王志志 砍下17分 拿到11个篮板球 其中包括6个进攻篮板 帮助中国队反败为胜 拿到了进军8强的一场 关键胜利 对阵美国孟之队 也有上加表现 在全部8场比赛中 王志志场均砍下11.1分 5.6个篮板 两个盖帽 此外王志志在罚球线上 32罚 29中 命中率90.6% 内届奥运会 王志志的表现 可以用经验来形容 是中国队的2号得分手 2000年西宁奥运会 王志志成为中国队的 头号得分手 他场均得到13.5分 5个篮板 1.3个盖帽 衰退小组赛 获得2胜3负 险些晋级8强 由于不归门事件 王志志缺席了2002年市井赛 2002年亚运会 2003年亚紧赛 2004年奥运会 2005年亚紧赛 这五届世界大赛 2006年 王志志重返中国国家队 在对阵斯洛文尼亚的比赛中 也许大家都记住了 王世鹏中场前那季超远绝杀 赛后杨明接受采访的时候 这样说道 当时我的体能已经接近极限 这时大志走过来 拍拍我说 放心吧 看我的 结果大志连拿5分 连续抢摆 我感觉当时就像是在沙漠 行走了十天十夜 突然眼前出现一片绿洲 2008年奥运会 大家都比较清楚 它是中国队 闯进八强的重要功臣 2010年亚运会 那一年在缺少姚明 和易建联的情况下 33岁的王志志扛起大棋 场均得到14.5分 5.1个篮板 1.5个助攻 一个抢断 一个盖帽 决赛对阵韩国队的比赛 王志志得到全场最高的20分 并且关键时刻补篮 奠定胜局 率队蝉连亚运会金牌 赛后 中国队的球员 纷纷将金牌挂在王志志脖子上 对其进行膜拜 这一幕堪称中国男篮的经典瞬间 从1996年到2016年 这20年间 王志志先后为国家队 征战了四届奥运会 两届市警赛 六届亚警赛 和三届亚运会 可谓功勋卓著 2016年7月15日 王志志宣布退役 随着王志志退役仪式的上演 当年被誉为一动长城的 南篮三大中锋 至此已经全部落幕 这也意味着 一个时代的终结 那个心里藏着太多委屈的王志志 终于可以休息了 感谢你 王志志 王志志 三分球 三分球 招进来 招进来 快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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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球 好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